嗨大家好欢迎回来 这次带来8700G这颗APU来跟大家报告 大概快两年前的时候跟大家聊说 DIY市场总是没有像N2 Ultra那样的巨型APU 当然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受限于记忆体频宽等等的因素 我们常规的DDR5的频宽也还有很大的差距 虽然网路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关于AMD Street Hello APU的资讯 40个运算单元大概相当于7600XD到7700XT之间 不过那也是给笔电用的 想想8700G的这个780M的显示晶片也不知道拖了多久才正式到了AM5的平台 估计短时间内对于我们这种ITS平台 这就是最强的APU组合 那今天的影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安装DV-1 5公升的无风扇主机来测一下整体性能 第二是安装原厂的散热器进行预设测试 那最后呢 我又换到B650的主机板来测试一下PBO超频的表现 那DV-1之前的影片就已经介绍完毕了 当时Intel的扣具是没有背板的 这个问题在AM5的平台并不会发生 那上一次的组装所说我们一律用0.5mini的导热贴片来填满空隙 接着可以开始测试 那在地平线51080p特效开中的情况下 顶着85度的温度强跑了49fps的成绩 然后随着你每次的测试 你的帧数就会一直下降 最后只剩下35fps 这边除了GPU的时脉下降之外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GPU限制比例也跟着下降 代表CPU的降频速度比起GPU更加明显 产生了卡CPU瓶颈的问题 原本想说这可能是GPU跟CPU在功率分配上的优化 那我想说打开一下Echo Mode 35W 结果成绩更惨 那当然如果这个表现放在720p的手持掌机 还是足够使用的 不过对于我这种4070太用惯了来说 这个差距一定是很大的 那为了得知7800G在预设性能下的表现 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使用原厂散热器来测试一下 那机壳使用之前的S Proto Slim 最后测下来果然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直接从49fps冲到68fps 模拟飞行1080p特效中也是可以玩了 GPU的时脉也一直稳定在2.9GHz 但由于A620的主机板是不可以超频的 那接下来我们换到V650的主板上来测试一下 直接PBO显卡跟内显 GPU加200MHz直接上去到3.1GHz 相同地平线5的成绩可以到76fps 比起之前35W ECO MODE 34fps的状态 相差超过2倍之多 此时游戏功耗最高可以充到140W左右 打开双烤软体GPU加CPU最高可以充到超过200W 但因为我是使用原厂散热器顶着95度 所以就不在这边做长久的烧机测试了 之后换到一个适合的机壳装塔扇再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这样子的配置 玩1080P的游戏都不会是问题 模拟飞行的沙丘2场景也是在40-50fps在跑 如果后续的游戏对于FSR的资源更加完善那就太好了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无显卡的主机配置 更可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让我知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